咸鱼 因缘经 大师输海原品第39 大师菩萨拿到宝珠后 又同空飞行 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就先打听那些和他一起结伴入海的商人们在哪里 最后从空中降到商人们面前 同伴们见了他都非常惊喜 感叹地说 太神奇了 于是 大家继续一起前行 回到了放驳城 嘉比利婆罗门听说大师菩萨从海中平安回来了 心中欢喜踊跃出去迎候 并邀请他的同伴一起 为他们摆下宴席 吃饭了各种美味佳肴 用餐过后 大家谈论起一路上的坎坷间隙 这时 大师菩萨拿出宝珠 在嘉比利婆罗门家依次指了一遍 婆罗门家中的各种仓库立刻就全都变满了 在场的人见到后 都惊叹真是前所未有啊 这时 嘉比利打扮好他的女儿 并用各种珠宝装饰他的全身 用亲手拿起金宝藻水罐 兼自己洗手 然后再牵着女儿的手臂 把女儿交到菩萨手中 大师菩萨接受了他的女儿 嘉比利很高兴 当时打扮了500名歌迹舞女 这些歌迹舞女都是因为才能出众而被挑选出来 都备好了500柱白象 用重宝装饰奇异无比 送给了她的女儿 大师菩萨随后就和同伴们驾车上路了 城中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路边 宰歌宰舞欢送他们回 大师的父母自从与儿子分别以后 忧心忡忡 情智欲解 因为蹄姑哀伤过度 导致双目都失明了 什么也看不见了 儿子回国后 跪拜行礼问去父母 父母听到了她的声音 伸手抚觅 这才确认是大师回国了 他们不禁非喜交加 极力责备儿子说 你实在是无情啊 丢下我们到海里去 让我们受尽了困难 勉强维持生命 你到大海里去 到底得到了什么呢 大师傅再拿出宝珠递给父母 父母拿着宝珠说 我们仓库里这种石头也有不少啊 你又何必费尽辛苦 才弄来这个东西呢 菩萨拿过宝珠 向父母的双目一指 父母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 就是从大风吹走云朵一般 两个人又能看见东西了 父母心里这才高兴起来 感受到了这宝珠的功德 感叹说道 太神奇了 你虽然历尽千辛万苦 但是没有白白付出坚信啊 菩萨又拿着宝珠求愿说道 如果这真是如意宝珠 就请让我父母坐下自然出现七宝座城的奇妙真意的床座吧 顶上要有庄严洁净七宝座城的大伞盖 花音刚落 所求的愿望就实现了 大家都很欢喜 菩萨又拿着宝珠求愿说 让我父母和国王 臣民的所有仓库都全部充满吧 随即他拿着宝珠指向四面八方 正如他所求的那样 愿望全都实现了 大众没有不惊喜的 大师随即又派人乘着八千里下 告诉严福亭内的所有人民 大师从大海中平安归来了 获得了如意宝珠 宝珠的功德不可思议 七天之后 大师会请宝珠降下一切珍宝一时 随大家的需要自行拿取 你们都应该守执斋戒 准备好等候着 传达完毕之后 让第七天的早上 大师菩萨沐浴身体 拿上干净的新衣 来到平坦的地方 拿出宝珠挂在高大的床帆顶上 手孔的香炉向四方求愿说道 严福提的众生贫穷辛苦 我想救济他们 让他们不再缺衣少食 如果这真是如意宝珠 就应当依次降下百姓们 所需要的一切 求愿完毕 天上立刻阴雨密布 刮起了风 各种不干净的物质 肮脏的粪便都被吹走了 接着下起了小雨 掩盖住了尘土 随即又降下了各种各样味道干美的饮食 接着降下了五股衣服 随后又降下了七宝等各种奇珍之骨 岩福提内到处都是各种珍宝 人民随意而去 上等美妙的衣服食物等也都绰绰有余 人们对待各种珍宝 也就好像瓦礼一样平常 我们修行呀 就是要积累福德 开启智慧 形成方便 这个方便呀 就可以称为如意宝珠 有了如意宝珠 有了这些方便 我们呀 就可以度化众生了 度化众生呢 首先 要给大家好处 没有好处 大家呀 那就不知道 无意宝珠的功能 都不能够被射受 接受呀 进一步的教化 我们 学习净土法门 知道 阿弥陀佛在阴地上 为了 教化众生 而发出四十八大愿 做种种的功德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阿弥陀佛来说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 他的如意宝珠啊 就是 他度化众生的方便呀 大家呢 按照 净土三经的要求 按照 净土的路线 敦伦净奋 斜斜存尘 多恶莫作 众善奉行 深信因果 老实念佛 不可以啊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就再也不退 所以阿弥陀佛 我一直呀 能够修行 成佛 对于地上菩萨来说 避欲不空 事不成佛 发出这样的大愿 积累呀 种种的福德 大威神力 种种的方便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呀 是有能力 在地狱 在三恶道 把大众呀 随缘 救度 如果没有 地藏菩萨的大愿 如果没有在这个愿力的 推动下 积极啊 各种的能力 智慧福德 没有这些方便 地藏菩萨呀 度化众生 也是困难 我们学习佛菩萨 学习大师 给我们展示 就知道了 我们呀 现在 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我们的愿望 平时呀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心善世界 就是让自己 不断地提升 自己不断地学习 让自己在 行善实践中 不断地呀 掌握佛法 了解佛法 提升自己 最后呢 我们也要 形成方便 也要获得 如意宝珠 以后呀 我们就很容易 很方便地去 度化大厨了 就像我们 六部曲 现在呢 一个方便 形成了 一个如意宝珠 形成了 大家呀 就可以 随缘 受邀 提供 打气符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便 让大家呀 与学佛修行 通过修行 获得种种的利益 获得身心的健康 获得家庭和睦 获得事业实力 我们看 佛菩萨呀 度化众生 从古到今 都是如此呀 这时 大师菩萨 见人民 已经无有短缺了 就派遣官吏到四方 宣告严福鼎鼎的百姓 让他们都听闻到 你们这些百姓 以前由于贫穷困乏 谁得到衣食 及各种财宝 就互相欺狂 肆意杀身 见利妄议 思为善恶 命中之后 都将堕入三恶道中 从黑暗走向黑暗 多结之中 感受痛苦啊 我常常悲悯 同情你们 却无法救济 所以才不为辛苦 冒险到大海中 去求得这个宝珠 用来救济你们 现在 既然你们已经 没有了贫乏之苦 又应当自行勉励 勤修实善业 收敛深口义 要仁慈孝顺 精进守护自心 不要心怀放异 大师菩萨 用种种方便之法 广为宣教 让人们奉行善业 并写下文书 宣告各小国王和臣子们 让他们宣扬他的教会 让大众都能知道 使大家相互劝勉监督 不要再胡作妄为了 这时 严福提之内的一切人民 蒙受了这样的大恩大德之后 都在想 如何才能报答 这种深恩厚德呢 他们又听蒙了菩萨的教话 告诫要修实善业 大家都非常仰慕他的大义 于是都一心一意地修习慈爱恭敬之法 收散深口义 不再胡作非为了 命中以后 大众都得以转生到了天界之中 舍利福啊 经过就是这样的 要知道当时大师的父亲 婆罗门尼之楼陀 都是如今我的父亲 姓范王 当时大师的母亲 都是如今我的母亲 摩赫摩耶 当时的大师 就是现在的我 而银城中的龙王 就是现在的舍利福尼啊 那琉璃城中的龙王 就是现在的穆尖连 金城中的龙王 就是现在的阿南 当时的海神 就是现在的黎月啊 阿南做龙王侍奉我的时候 就非常善于安排时间 以至到了今天 他也一向善于掌握时宜 阿南 既然你想要这三个心愿 就随你的意愿吧 阿南听后非常高兴 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常跪在地对佛陀说 我愿尽此一生 都做佛陀的侍者 当时 参加法会的大众 听闻了佛陀所说的教言 都感念佛陀的大恩 专心致志 刻苦自立 思维四帝诸法的要义 有正德 虚托还国 虚托韩国 阿纳韩国 阿罗汉国的 有的种下了辟之佛的善根因缘 有的发起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心 有的助于不退转地 大众都非常欢喜 恭敬的奉行 我们度化众生呀 要学习 佛菩萨的办法 首先呀 我们自己修行 获得方便 获得如意宝珠 给大众以利益 大众获得利益了 我们再教给大众呀 获得利益的方法 让大众按照这个方法去修持 再进一步的呢 要告诉大众呀 这个方法的原理 告诉他们 要行善 要遵守五戒十善 要念佛 要忏悔 要明白 善恶的标准呀 是利益大众 不要做危害大众 不要做自私自利的事情 那么大众呀 按照这三个步骤 第一 得利益 第二 学方法 第三呢 明白原理 慢慢懂了 慢慢受益了 慢慢深入了 自己啊 把五戒十善 去作为 自己的指导思想 自己 去做到 那就不得了了 那么这个人呀 如果能够坚持 一辈子五戒十善 就能升天 大师菩萨呀 教化整个社会 都遵循五戒十善 那么大众 依教奉行 一心一意的修行呀 恭敬大法 收舍 身口意 不再胡作非为 那么大众呀 因为行善了 祭福了 命中就能够升天 都能够升天 如果在进一步 懂得念佛 在行善 持戒的基础上 在进一步的呀 念佛 拉出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的 愿力 那么灵中 就不仅仅是 升天了 就可以往生西方 而且呢 一个人 照此做 可以往生西方 如果我们大众 所有人 都能够呀 遵守五戒十善 都能够 念佛 发愿念佛 老实学行 那么 所有人 就都可以往生西方 佛菩萨 给我们做出榜样了 做出呀 自己 修正佛法 度化众生的榜样了 那么我们呀 也应该如此 也应该精进修行 坚持不懈 提升自己 积累福特 形成方便 获得如意宝珠 将来呀 我们也可以 给大众以利益 也可以 教给大众方法 也可以 告诉大家原理 让大众呀 都能够 修持佛法 使佛法 使因果教育 无界十善 成为大众的 道德规范 一起 持接念佛 将来大众呢 就都可以呀 命中 往生西方 我们现在的社会 就是向佛 菩萨学习 以因果 教育 支持善 建立大众的 道德规范 同时呀 持接念佛 那么 不断地改错 冲涂 改正自己 那么我们大众 就可以 在我们的社会 形成 普遍的 道德观 形成 公共的 道德意识 形成呀 我们 和生活 密切相关的 道德规范 同时呀 就把净土法门 确立起来了 大家在生活中 持戒 念佛 在持戒 念佛中 正常生活 我们的生活 就会不断地提升 我们的境界 就会不断地提高 整个社会 又会净化 又会和谐 又会安宁 大众 都如此 将来呀 灵敏忠实 我们就都可以 自主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实现了佛祖 当年的 预言 末法时期呀 大众 念佛得度 这样的 修行阶段 就会呀 实现 修行的盛况 就会呀 实现 我们看到 阿难呀 在阴地上 在过去是 做龙王的时候 就能够呀 对大师 做种种的安排 让大师菩萨呀 能够在龙宫中 得到很好的照顾 能够安排好 各种人 各种听众 去听大师菩萨呀 讲解 因为这个因 所以 现在 当佛祖呀 需要一位 适者 那么 阿难呢 自然呀 就涌现出来了 阿难在过去 做龙王 就能够 把种种的事情 安排 妥当 这说明呀 他具有 这方面的特质 他 关注 这方面的事情 一直呀 能够把事情 安排妥当 我们通过这个故事 只是看到 过去一个片段 但是 阿难呀 这个特质 还一定 是在他自己 每一事 都表现出来 每一事 都能够呀 把事情安排的妥当 非常的用心 尽心 把这方面的 能力 开发出来了 开发的 淋漓 尽致 做到了最好 所以呢 阿难呀 在佛祖 弘法的 历程中间 协助佛祖 把弘法的事情呀 安排妥当了 把佛祖 日程 安排妥当了 把佛祖 照顾得很好 佛法能够 传到今天 根本呀 是由佛 做法 但是这里边 有阿难的功劳啊 当然 也有 所有 菩萨 阿罗汉 他们的功劳 从佛祖 传法 到历朝 历代 所有 所有主持们 所有 发心的 义工们 都用自己的能力 都用自己的 特长 用心呀 学习佛法 用心 弘扬 弘扬佛法 都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功劳 我们学习 甜于 因缘经 学习 佛祖和阿难的故事 从中 吸取 养分 我们呀 同样 要学习佛法 同样 开发自己的 智慧德能 在我们的生命 历程中 做种种 弘扬佛法的事情 把佛法 学好 救好 用好 弘扬 才来 利益呀 无量众生 利益 将来 众生 那么我们 就学到了 咸语 因缘经的 精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